欢迎各位在中华社区及长者服务YouTube频道上观看中华CAC普通话广播 喜欢我们这节目的请订阅、按赞及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按下小铃铛,我们芯片上架时会自动通知各位 我是主持人Anna 今天的话题是醒尸拜早年 当送鼠年迎牛年进入倒数 中华CAC包括Kata和Willerton社区迎来中华会馆龙氏团的造访 醒尸跟长者拜早年 随着罗国的节奏,三头熊啾啾的哨师进场 六名年纪轻轻在室内有素的幼师队队员 将醒尸的喜、乐、移、动、行等生态表现得唯妙唯小 出神入化、淋漓尽致 CAC社区中心场内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武师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 古诗又称为太平乐 武师有南北之分 南诗又称醒诗 广东佛山是醒诗的发源地 武师被认为是驱邪避害的吉祥瑞武 每逢节庆 例如农历新年活动 必有武师助兴 长盛不衰 历代相传 武师活动广泛地流传于澳洲华人社区 其文化价值和影响十分深远 幼师对结尾的采清环节 将整个武师表演推向高潮 清是代表狮子要捕获的食物 通常是一棵生菜和一个红包 醒世采清后向长者们吐清致敬 寓意着吉祥 长者们观赏武师表演 如痴如醉 笑周颜开 对造型可爱的幼师宠爱有加 他们意犹未尽 相约2月14日到北桥参加 珀斯中华新年文化节 享受庆祝农历新年的 各项多姿多彩的文化表演 中华CNC在文化节会场 设有餐位跟社区各界群众欢度春节 我们希望2月14日在北桥跟你见面 公知各位新年进步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中华从1909年开始扎根西奥 拓展华人社区服务 继而扩展社区及长者服务 至今已走过110年的岁月 中华CNC累计超过35年 专业护理服务经验 优化长者及残障人士的生活品质 帮助他们达到生活自主的目的 CNC社区中心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社交平台 让长者广交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朋友 即接触新事物 CAC不断地把创意元素注入中心的各项活动 鼓励长者们终身学习和尝试新事物 我们的员工 前线人员和义工 努力不懈地辅助长者 恢复日常的自理能力 重新融入社区 享受他们的黄金岁月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中华CAC各类社区服务 欢迎致电或电邮联系我们 电话93283988 电邮inquiry at春花CAC.org.au 多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我们这节目的请订阅 按赞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按下小铃铛 我们芯片上下时会自动通知各位哦 我是主持人Anna 我们下次再见